还有经过三年的高中苦读 一批大学新鲜人就即将要踏进大学之门 宜兰县兰油总会今天是在东山火车站 举办庆贺party 给离乡各奔前程的同学们献上祝福 跨越重重考验大学之门 为这些年轻学子敞开 宜兰县兰油总会为了恭贺 并且迎接学弟妹进入大学生活 特别在东山火车站以及珍珠社区 举办庆贺大会 那我们今天这场活动是2014年 那兰油会所主办的大学新鲜人 庆贺大会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从去年 我们开始每年的兰油总会 会办的这一个庆贺大会 针对高中刚考上大学的这些新鲜人 我们去年把他们带到三星的稻田区 那今年我们正拉到了这一个东山湘的珍珠社区 我们希望说每一次都一个乡镇 然后一个社区的概念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青年学史即将要离乡背景 到外縣市去求学念书之前 能够对我们宜兰的家乡有更多的感受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家乡的青年学史 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将我们宜兰的精神传达出去 看着画面上一张张年轻的脸孔 不论是将留在宜兰继续升学 或是面对人生第一次的离乡背景 到外地求学 人生的路上有同乡 兰油总会的支持与陪伴 对于他们来说 就有如获得了一座靠山一般的 让人心安与信赖 野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